上一集我们说到东京电视台是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中规模最小的一家 我们大家都很喜爱的跟你去你家可以吗 这档素人综艺节目的诞生也是出自这样的背景 因为没有钱请大明星搞大排场 所以就去采访那些错过末班车的普通路人 用支付回家路费作为诱往 跟随他们回家 有逗逼搞笑 也有煽情类目 深度挖掘平凡人生当中不平凡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工作要比我街财难多了 都已经逛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一个可以去好意思说话的人 我们在家里面的工作室 我们在家里面的工作室 我真的太好了 我不太好了 為什麼? 日本的電視是很嚴重 如果你不贈,你不贈,你不贈 你不贈,你不贈 我都不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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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日本人 能更过去吧 这里好像人多一点 嗯,对,这里好像人多一点 肯定就是换一个地方 好 我都不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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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分 我都不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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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绕了一圈,没有收获 又回来了 这一圈 你不贈 我都不贈 你不贈 你不贈 我都不贈 你不贈 我都不贈 可能压力比较大 很難看 很難看 這就是必須的地方 是的 休憩 小休憩 我們已經要走了 我們已經過了五公里 今天我們不走這裡 我們不走這裡 我們不走這裡 我們也要走 我明白 我們慢慢走 什麼地方 謎只是要起鍵 但是我個人來說 其實有很多人的話 聽到是嗎 普通 自我已經是體驗得不已 很多人的話 聽到是流行的 所以 《平時》 也許很難看 有很多人的話 今月 休憩 其实可能大家没试过 就是被人连续拒绝多少次 只有人是会有更突败感的 对 她说会被拒绝之后会受伤 就这种要心灵非常强大的人 才能够做这档节目啊 ちょっと温暖咖啡とか飲みたいな みたいな時期ある吗 对 寒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です Interview所在于咖啡喝的还是会有心 伙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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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到这个肩膀的 伙伴的 传出 这一下 优秀 很優秀 對,很優秀 如果有10人跪下的話 只要1人跪下的話 也許有60人跪下的話 也許有100人跪下的話 也許有100人跪下的話 我知道我多穿一點 好冷 而且他們說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都是這樣 日夜顛倒的 他們有的時候白天也有工作 睡眠時間非常不固定 剛剛問了那個小女士 剛剛來做AD第一年 就是做這種製片助理吧 就覺得生活不規律 AD的工資還挺低的 好像一個月到手 就不到手 十幾萬 所以據說現在日本的製片助理 越來越難招人 他們現在已經交涉了十幾分鐘 好像有戲 真的有戲 這個女生還挺愛你 好像有戲 這個女生還挺愛你 我會想要掃除 我會想要掃除 我认识的地方 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可以去家吗 可以去家吗 可以吗 什么意思 在街上 10分钟 在街上 但是 好像 好像 大概踩到第15组 终于找到了 这个 一个有点喝醉的女生 不过 感觉她也是 大概聊了大概 15到20分钟 不好意思 请你带过前的搭车 哇 没想到 竟然成功了 我觉得当时好开心 我在旁边就像鼓掌 加油鼓进一样的 刚刚那个妹子说 家里住的挺远的 万一一下子打表 打一万多日 对 我们没有钱 对 我们没有钱 对 我们没有钱 这能用卡吗 可以 可以 哈哈 哈哈 也是 哈哈 来个两三万多 好像最贵的 我看过有三四万的时候 对 那个也挺挺夸张的 一天打车的费用 哎 哎 痛 好 好 太厉害了 现在是在座场 现在是座场 现在是座场 现在还没有说 只是说 看護士 是座场 那是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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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她是哪里人啊 干什么的 来东京多久了 让她性格 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编导的脑海里面已经构思出来了 接下来去到家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采访过程 别看她喝多了 那其实是个助产师 就算也是算有故事的一个职业 另外 她是从一个日本非常偏远的地方来到东京奋斗的 类似于我们北漂一族 在东京叫做上京一族 哪里的漂都一样 都得住在这种城乡结合部 这样的女性可能会挖出来一些故事 这个奋斗过程当中有一些心酸 可能也会比较励志 嗯对 好像已经到了 然后一共 8100日元 500多块钱 10分ぐらい等待 有些日本人的女性 有些人在这种地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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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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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刚刚也进去拍摄了一下 但是因为今天的采访对象家里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我们也不想影响到这个编导的正常拍摄 怕影响了这个拍摄的质量嘛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 可以跟着去你家的这个采访就告一段落 不据说呢这个即便采访很顺利 到播出也要最起码要花两周的时间 那么究竟今天的采访能不能够顺利的播出 采访是否能播出能否跟大家见面呢 实际上都是在这样一个制作会议当中决定的 失礼します 稍后联系节目组最后拒绝了播出计划 你能播出计划的在行吗 没错 没错 不把 不正硬 不访仲介的 不认为 不许可 不许可 我们怦于我们这次会访问 这里跟你别疯了 我们店里变的 但是我们队后 不都我們 saute不瘦一点 不小心 可是这种人一下 从交谈当中得知 可以跟你去你家吗 这档节目的总制片人高桥先生 还有过一段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经历 可以跟你去你家吗 当他得知自己的节目 在中国非常人气的时候 感觉是相当的惊喜 一回的 一回的投稿で300万 而且高桥这片人还透露了一个劲爆的秘密 那就是可以跟你去你家吗 这档节目的创意原型 是可以跟你回家看看你妻子的素颜吗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主题有点辣眼睛 最后被台领导否决了 退而求其次才保住了这档节目 当我问到这份节目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的时候 年轻的 20分钟的程度 然后选中NGとか出现 我们这期间的期间 最后三人的期间 前述或是离开 但它处选择 的前述或是离择 我认识的感觉, 凡希腊的 sympath战略的既然想到, 而且高属的既然不断落的它已经用了, 以后,第二次见到善于谉 Moving啊, 但已看上了沉默的既然说明, 我认识的语言, 我认识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家族帕装的, 而且还有所有家人的问题, 我认识都没有了, 我认识的事情是个人的生活, 我都在那是高占地的地位置 有趣旨在那項目的地位置 他不正的地位置 他不正确定的地位置 那是不正的地位置 那是有所感的地位置 是有的地位置 那是有所感的地位置 我都在想,在我上市場的地位置 我都在那裡的地位置 我都在那裡邊上市場 我都在哪一位置業 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非常优质的综艺节目之外呢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东京电视台制作的动画片 也是让人耳熟能详的 各大名放电视台当中动画片产量最多的电视台 像我们熟悉的《银魂》啦 《精灵宝可梦》啦 《妖怪手表》 然后《火影忍者》 还有就是《香蕉怪大叔》Nanana 这部作品也在中国的各大视频平台上播出呢 听说最近《香蕉怪大叔》Nanana还开设了微博账号 我呢虽然跟大家一样 平时也在微博上面经常调侃东京电视台 不过通过这一次的采访 我发现所谓的这一股业绩轻流 背后真的包含了媒体的专业和执着 怎么样 有没有跟我一样 对于东京电视台签到本了 就像我们在这一股业绩子里面的心理 就像我一样 有没有没有 我认识的那些 我认识的说明 也在这一股业绩子里面的观点 也在这种一股业绩子里面的心理